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复活了 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复活了 你们应该回答说,主已经复活了 主已经复活了 主复活了 主复活了 在礼拜五的晚上,我们聚在一起来 守圣餐纪念耶稣基督受死在十字架上 在星期五晚上,我们一起来到纪念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受死 然后呢,我们就各自回家了 然后呢,我们各自就回家了 我们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回家做 三天之后,我们再聚回来 一起庆祝耶稣的复活 然后呢,同弟兄姐妹说 三天之后呢,我们再聚集 一起来到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礼拜五晚上 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 所做的一切救赎的工作 才能够成为有效的事工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所以星期五晚上 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记载了一个这样的人 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从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 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放开来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 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 来看到一个人 来看到一个人怎么样走出他信心的危机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看一下一个人是怎样能够走出信心的迹击 约翰福音二十章,从二十四节开始 从二十四节开始 我们用国语,用广东话 大家都一起开神来念 我们用国语,广东话,我们一起来读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同在,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玛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多玛说 我的主,我的神 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得有福了 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应他的名 得生命 在这一段经文里边 我们看见一个人叫多玛 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 信心的危机 在这段经文 我们见到一个人 名叫做多玛 他经历一个信心的危机 多玛是跟这十二个门徒 在一起的 但是当耶稣 向这十个门徒 显现的时候 多玛不在场 多玛是十二个使徒之一 但是当耶稣 向十个使徒显现的时候 多玛不在场 在前面的经文 第十九节 第二十节 告诉我们 耶稣向门徒显现 把手上的钉痕 给他们看 把肋旁枪的刺伤 给他们看 他们就信了 在之前十九二十节 是讲到耶稣 让门徒看到的手 看到他的腊 然后他们就相信了 但是要多玛信 很难 但是要多玛信好了 他们这些师兄师弟们的见证 还不够 这些师兄 师弟的见证 对于多玛来说 是不够的 这是你们所说的 是你们说的 但是我没看见 我没摸到 我没看到 我没摸到 他们说我们看见了 舅主 他们说我们见到 我看见了他的钉痕手 看见他刺上的肋旁 我看到他手里面的钉痕 我看到他旁边的钉痕 多玛说不够 多玛说不够 我要亲手去摸 那个顶痕的痕迹 多玛说我一定要摸 这个钉痕的痕迹 我要亲手去摸 那个肋旁的 那个枪刺的痕迹 我才相信 因为信上帝是一件大事 要信一位上帝 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他要求你整个人 把你的生命 把你的一生 都委托给这位上帝 因为信上帝 是要将我们一生 来到他委身给上帝 他要求你永远效忠于他 一定要永远效忠上帝 他要求你勇敢地 站在人的面前 受洗 见证耶稣是他的教主 一生跟随他 也都要很勇敢 在众人面前 来到去作见证 一生跟随神 他要求你 一生勇敢地宣告 他的福音 他要求我们 一生来到宣告这个福音 他要求你 一辈子地来敬拜他 要求我们一辈子 来敬拜神 信耶稣 信上帝 是一件大事 信耶稣 信上帝是一件大事 难怪多玛说 我最好弄清楚 所以多玛说 我一定要搞清楚 我要的不单止是 你们看得见 我要的是铁证据 我不单止是你们看到 我要是一些 很实在的证据 你们看了就信 我要看 而且摸我才信 你们看就信 但是我要摸到才信 要信上帝 还这么容易 信上帝真的不容易 要用多大的信心 用多大的尾声 来投进去 来认识 来跟随这一位上帝 要有很大的信心 很大的尾声 来跟随这位上帝 我们当中 有一些的人 可能就在信仰的边缘 徘徊的原因 就在此 可能我们当中 有在信仰的边缘 徘徊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今天你所听到的 所看见的还不够 今天你听到 你看到 你说不够 你要求再多一点 我才能够信啊 你说我要求多一点 我先信 你是属于那些 需要铁证据的那一群人 你是这些 需要铁证的一帮人 就好像在 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十八节 耶稣对一个白夫长 因为他的孩子病得要死了 要耶稣来医治他 有一个白夫长 因他的儿子病得很重要 他要求耶稣来医治他 耶稣说 你信神能够做歧视吗 耶稣问他 你信神能够做歧视吗 耶稣说 难道你们只要看到 神迹歧视才相信吗 耶稣就说 难道你们一定要看到 神迹歧视 你们先相信的吗 我们原来都会走进一个 信心的危机的里面 其实我们都有可能 走入一个信心的铁语里面 就像多玛一样 有的时候是因为你不在场 好像多玛 有时我们是因为不在场 我没看见 我没摸到 我没探到了 我没看到 我没摸到 我难以自信 我怎样能够信 有的时候是因为 像多玛这样 比较悲观一点吧 或者好像多玛 他比较悲观一点 多玛觉得这太悬了 多玛觉得太圆了 哪有这么好的事 哪里有这么好的事 我们的传统观念是 你得做点好事 你得修得得 那才能够记得上天堂 我们的传统观念 我们一定要做好事 积极一些德 才可以上天堂的 这么信耶稣 什么都不用做 信人书问都不用做 什么是这么免费的东西 免费的东西 免费的东西一定好 免费的东西 哪里有好事 哪有这么好的事 哪里有这么好的事 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 我哪有资格 有时我们会觉得 我哪里有资格 如果上帝这么好 这个救恩是这么的完美 我没资格 如果上帝这么好 救恩这么完美 我没有资格 我配不上 我配不上 多玛就有这种 对人生的悲观 对自己的没有信心 多玛就是他比较悲观 他对自己没有信心 有的时候你也像多玛一样 难以相信旁边的人 给你的见证 很多时候我们一样 很难相信旁边的人 给我们的证据 你信耶稣的路 是你要走的路 我信的路跟你不一样 你信耶稣 你走你的路 但是我走的路 不一样 我没办法依靠你的精力 来帮助我跳进去 我没办法依靠你的经历 来跳进去 我跳不进 跳不进 最多的时候是当我们看见 生活上的矛盾的时候 我们更难守住我们的信心 很多时候特别 当我们见到生命里面 我们有些矛盾 我们更加能够 更加难来堅守我们的信心 多玛的信仰 面对危机 因为他的内心里面 也充满了矛盾 多玛有危机 因为内心有一个矛盾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怎么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那是多大的矛盾 多大的矛盾 如果上帝是爱的话 事实上怎么会有苦难 如果上帝是爱 为什么在世界上面这么多苦难 这是多难令人相信的事情 说事实上还有一位上帝 上帝在哪儿 多难令人相信 这个世界还有上帝 上帝在哪儿 人间有太多的不公平 人间实在有太多不公平 公义的上帝在哪里 公义的上帝在哪儿 这个太矛盾了 太矛盾了 世上有太多不平的事情 世界上面有太多不公平的事情 神的能力在哪儿 神的能力在哪儿 太多矛盾了 太多矛盾 这是我们多少人碰到信心危机的时刻 就是很多人碰到信心迷积的时刻 多玛的意思就是说 我什么都不能靠 我只能靠我自己 多玛的意思是 我什么都不可以靠 我靠我自己 我得自己看见 我得自己摸到 我才信 我要自己看到 我要自己摸到 我先相信 我信我自己 我信我自己 但是我的问题是 我自己有很多的盲点 我看不见 但是其实我们都有一些盲点 我们自己看不到 我的问题是 如果我靠我自己的话 我有很多的偏见 令我没有办法看到对方的立场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偏见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其他人的立场 但我相信我自己的时候 我不得不承认 我有有限的知识 有限的智力 让我能够了解更高超的事情 我只是信自己 我要承认 我真的有限的知识 我没有办法去认识一些更高深的事情 当我愿意坦诚地面对我自己的时候 我不得不承认 我靠自己也不行 所以当我们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 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希望耶稣 亲自地来到我这里 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求耶稣 亲自来到我当中 耶稣来寻找我 耶稣来让我能够认识他 那个时候是我最大的把握 耶稣来寻找我 耶稣来邀请我 是我最大的把握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第26节 耶稣基督在门徒们第二次聚集在一起 多玛也在场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出现在他们面前 26节记载道 当门徒再在马一阵 多玛也都在场 耶稣就向他们显现了 耶稣在多玛怀疑 没有把握 犹疑不决的时候 耶稣来到多玛的面前 当多玛怀疑没有把握的时候 耶稣就来到当中 然后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大家都平安了 大家都平安 因为其他十个门徒都遇见了复活的主 因为其他的门徒都遇到复活的主 最没有平安的是多玛 最没有平安的是多玛 因为他正在经历一个信心的危机 因为他正在经历信心的危机 当你的信心面对危机的时候 那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当我们的信心遇到危机的时候 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你自己跟自己在摔跤 你和你自己来到在摔跤 你多希望真的是有一位上帝 那我就可以信他 你真的很希望 真的有这个上帝 我就可以信了 你以为我不想信吗 你以为我不希望有一位上帝吗 你以为我不希望有一位上帝吗 如果你确确实实地帮助我 知道真是有一位上帝 我一定投进去的 如果你确确实实帮助我 我一定相信 我一定会投进去 但是我就是缺乏那一份的把握 但是我就是缺乏这个把握 还有这是信心危机的人的挣扎 我要信但是信不进去 我要信但是信不下去 这就像马可福音第九章里面 所描述的那个父亲 就好像马可福音第九章描述一位父亲 他的孩子被污鬼扶着了 来寻求耶稣的帮助 寻求耶稣的帮助 耶稣说你信吗 耶稣问他你信吗 在上帝凡事都能 在上帝里面凡事都可以的 他发出一个宣告 也是我们的宣告 他发出一个宣告 其实也是我们的宣告 他说我信 他说我信 但是信的不够啊 但是我信得不够啊 求你帮助我 求主帮助 我信但是信的不够 我信但是我信得不够啊 我的信心不够大 我的信心不够大 耶稣啊你扶我一把吧 耶稣啊请你扶我 耶稣啊你带我过去吧 耶稣请你带我过去 耶稣啊你跟我显现吧 耶稣啊你向我显现 在我的怀疑当中 在我的折磨当中 耶稣啊你来帮助我吧 在一个怀疑 在一个折磨当中 请主耶稣基督来帮助 这是多少人在信心危机当中 所发出的行动的一个呼喊 是很多人 当我们在信心危机当中 发出一个的呼求 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耶稣来到多玛的怀疑当中 来帮助多玛相信他 耶稣来到多玛的怀疑当中 帮助多玛来到相信 耶稣接受多玛的挑战 耶稣接受多玛的挑战 耶稣说多玛你来 耶稣说多玛你来 你来摸我的定横手 请你摸我的手 你来 你来 你来摸我的肋旁 被枪刺伤的那个痕迹 你来摸我的腊旁 我的腊旁是被枪刺穿的 你就知道我是复活的主 你就知道我是复活的主 因为这一切的证据 都留在我的身上 因为所有一切的证据 都留在我身上 今天耶稣基督也在 邀请你跟我走出 我们信心的危机 去经历他 去摸他 去认识他 今天耶稣也都邀请我们 走出我们信心的危机 去摸他 去见他 去相信他 当耶稣邀请的时候 多玛已经不需要去摸了 当耶稣邀请的时候 多玛说 因为他遇见了复活的主 因为他遇见复活的主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 你要遇见这一位主 我们需要就是 我们要遇见这位复活的主 然后他就会发出一个呼喊 说我的主 我的神 然后就会发出一个呼喊 我的主 我的神 多玛的这个呼喊 也就是一个信心的宣告 多玛这个呼喊 就是一个信心的宣告 他的意思是说 我信了 他意思是说 我信了 我进去了 我进去了 我跨过去了 我已经跨过去了 我跳过去了 我已经跳过去了 我信了 我信了 你真是那一位复活的主 你真是那一位复活的主 今天耶稣基督也在邀请我们 做出那个信心的跳跃 今天耶稣基督同样邀请我们 作出这个信心的跳跃 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他呢 我们怎么可以认识他呢 耶稣对他说 你因为看见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了就有福了 耶稣说 你看到你先信 如果没有看到的人信 更加有福了 我们今天都没有像多骂这样的特权 我们今天都没有多骂这个特权 在耶稣的时代 他们亲眼看见耶稣 在耶稣的时代 他们是亲眼见到耶稣的 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 他们见到耶稣行的神迹奇事 他们就信了 他们就信了 我们今天没有这个特权 看见我们不在耶稣那个时代 我们今天没有特权 我们看不到耶稣 因为我们不在耶稣的时代 所以耶稣说 你们看见我信 那很好 耶稣说 你看到我所以信 但是在你们之后 我升上天 那些要信耶稣 没有看见我的人才信的 那些人也有福了 他们是根据这些见证人 根据这些使徒们 所写下的经历 所讲的福音故事 他们信了 他们是根据这些使徒 他们写下这些福音的故事 根据这些使徒的见证 他们就信了 我们今天怎么信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怎么信耶稣基督 我们认识那位2000年前的耶稣基督 在世上生活的一举一动 我们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 当我们知道2000多年 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 我们就说这一位真是神的乙子 我们当中有的人是这样信耶稣的 我们有些人是这样信耶稣的 我们当中有一些是看见耶稣的十字架 耶稣的受难 我们心被感动说 神真是爱我们啊 我信了 我们很多人是因为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十节 知道神为我们受苦 所以我们受到感动 我们说我们信了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因为看到耶稣空的坟墓 耶稣不在坟墓里边 祂已经复活了 我们说我信了 我们当中有些是看到空的坟墓 耶稣不在那里 耶稣復活了 所以我们信了 我们另外一些的人 他们就研究圣经 阅读神的话 读完之后他说 这真是神的话 人是写不出这样的话的 我要信他 我们当中有些是因为读圣经 知道那种奇妙 这些不是人的话语 一定是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相信了 我们当中好多人是因为 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 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人 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全地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听见他们怎么信耶稣 我们被感动了 我们信了 我们当中也都是因为听到 很多跟随耶稣的教徒 他们作见证 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 一直到地级 所以他们相信 我们另外一些的人 是来到教会的里面 看到基督徒在一起 怎么样的彼此相爱 怎么样的过合一的生活 和见证 耶稣说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他们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 他们信了 我们当中也都很多 因为来到教会 见到基督徒 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 他们就知道这一帮是神的门徒 他们就相信了 我们也有一些人是因为看到 上帝创造的奇妙 好像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所说的 从创世以来 神的神迹和奇事是明明可知的 叫人无可推诿 我们当中很多是因为看到 创造的奇妙 好像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所说 当我们见到这个宇宙穷仓的时候 我们就相信这位是真是创造主 每一个人信耶稣的路径途径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信耶稣的路径途径都不一样 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不同的可能性 让我们可以认识祂 可以相信的 因为耶稣给我们不同的可能性 我们透过这些可能性都可以相信祂 今天复活的主邀请你来 坚定你的信心 跨过你信心的危机 今天主耶稣基督邀请你 要你跨过你的信心 你认信祂 今天有两个应用 今天有两个应用 对基督徒来说 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心 对基督徒来说 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心 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 因为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 因为我们是其中一个 耶稣基督福音的故事 为什么要坚定我们的信心 因为我们的见证 影响别人能不能信耶稣 因为我们的见证 是很影响其他人 能不能够信耶稣 因为教会的合意 影响别人 能不能认识耶稣 因为教会的合一 能够影响别人 能不能够信耶稣 因为基督徒爱的生活 能够影响别人 有没有机会认识耶稣 因为基督徒爱的生活 就能够影响其他人 信不信耶稣 因为基督徒的生命被改变 能够使别人看到 耶稣基督真是神的儿子 同时见到人的生命改变 他们就知道 耶稣基督真是神的义子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定 坚强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定 坚持我们的信心 第二点是对我们当中 还没有信耶稣的呢 第二点是对我们当中 还没有信耶稣的 耶稣邀请你来认识他 耶稣邀请你来认识他 耶稣邀请你来崇拜他 透过敬拜让你认识他 耶稣邀请你敬拜他 透过这个崇拜来认识耶稣 他邀请你读他所留下的教导和指示 让你能够认识他 他邀请你来读耶稣留下的教导和指示 透过这个阅读可以认识他 在你的信心危机当中 耶稣亲自来到你面前 邀请你说 你摸吧 你看吧 你证明吧 你辩论吧 你研究吧 我是上帝的儿子 在你的信心危机当中 耶稣邀请你来 他说你看 你摸 你来到辩论 我的而且确是神的儿子 是的 要信上帝 真不容易啊 真的 要信上帝不容易 需要很大的信心 需要很大的信心 很多的信靠 很多的信靠 很大的伪生在里面 很大的伪生 但是上帝今天 仍旧在邀请人 进到他的国度 做上帝的儿女 做耶稣的闷徒 但是耶稣今天 仍然邀请某一位 进到他的国度 做神的儿女 做耶稣的追随者 在复活节的早晨 我们希望 你是那一位 回应耶稣邀请的人 在今天复活节的早上 我们很希望 你是其中一位 回应耶稣邀请的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你愿意跨过 你的信心危机吗 你愿意跨过 你的信心危机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你帮助我们 能够跨过 我们的危机 能够进到 耶稣基督的 丰富的里面 主啊 我们很求你 让我们能够 跨过 你的信心危机 进到你的风声里面 就好像多马一样 我们发出 我们内心的 一个呼喊 就是我的主 我的神 我们很希望 好像多马一样 我们发出一个呼喊 我的主啊 我的神啊 我们就跨过了危机 我们就跨过危机 进到耶稣的 丰富的里面 进到耶稣的 丰富里面 主啊 你把这个恩典 赐给我们当中 在寻求上帝的人 主我们恨求你 将你的恩典 给到我们当中 正在寻求你的人 奉靠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